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直角三角形全等的判定 那么这个判定我们把它称之为HL 这个HL是什么意思 如果两个直角三角形它的斜边对应相等 其中有一条直角边对应相等 那我们称之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 其中这个斜边我们用字母H来表示 直角边用字母L来表示 那因此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的这种判定方法 我们用这个字母HL来表示 那具体的这个符号语言应该就是这样的 这是直角三角形 首先要指明的就是它必须是直角三角形 必须是直角三角形 如果它不是直角三角形 那么这种判定方法就是粗的 如果它不是直角三角形 那么就不存在斜边和直角边 所以首先要告诉的是 在哪两个直角三角形里面 那么在这两个直角三角形里面 它满足这个条件 满足斜边AB和斜边APBP相等 还满足直角边AC和直角边APCP相等 满足斜边相等 一条直角边相等 那我们才能够读到直角三角形ABC 全等于直角三角形APBPCP 这个时候因为用到的是HE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HE来表示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HE它所表示的是 如果两个直角三角形斜边顿相等 其中有一条直角边顿相等 那么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这个时候把它称之为HE 那么同学们要能够区别 我们现在所写的和上几个所写的不一样 上几个我们写的都是三组条件 而这里我们写的是两组条件 实际上这就是一组条件 在直角三角形ABC和直角三角形APBPCP中 所以这个地方的书系和上几个课的有区别 因为它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必须要指明 不仅要指明是哪两个三角形 而且要指明是哪两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最好写的是直角三角形ABC 全等于直角三角形APBPCP 用的是HE 证明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 这是最基本的格式 并且最好是先写斜边项的 然后再写其中的一条直角边项的 其实在这个里面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式子 我们说了其中的一条直角边项的 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一条直角边 是相当的 就是说我们用BC等于BPCP 也可以 这是其中的一条直角边 这也是其中的一条直角边 所以这两个式子里面 我们任用其中的一个式子 都可以证明出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那么因为直角三角形 是比较特殊的三角形 它还有这个判例方法 HE 那么同学们要注意 我们上一句讨论的是 一般的三角形 证明全等的时候 应该用到的判例方法 它有四种 所以上一句我们所讲的 边边边边角边 角边角以及角角边 这四种方法 同样使用于全等三角形 但是全等三角形里面的这个HE 它只使用于直角三角形 不使用于其他的这个三角形 下面我们利用 这个直角三角的判定 来看一下下面这几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例 如图三角形ABC中 AD是BC边上的角 并且AD等于BD 这两条边相当 D等于DC D1和DC相当 延长B交AC与F 要我们证明BF和AC垂直 要证明BF和AC垂直 同学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支条件 BD和AD相当 CD和DE相当 AD和BC垂直 那除了角ADC是直角 那还有角BD也是直角 好 同学们看一下 BD和AD相当 D1和DC相当 我们现在单独来看一下 这两个三角形 BD是三角形 BD1的一条直角边 DE是三角形 BD1的一条直角边 DA是三角形 ACD的一条直角边 CD是三角形 ACD的一条直角边 而BD和D所夹的角 刚好是角BD CD和AD所夹的角 刚好是角ADC 那么从这个分析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三角形BD和三角形ACD全等 既然全等 那么就会得到一些假相当 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三角形BD1和三角形ADC全等 用的是边角BD 证明他们全等 那么全等三角形 它的对应假相当 我们最后要证明的是 这个角是直角 那这一个三角形 和这个三角形全等 那么这个角1和角2 就是对应假 对应假相当 再来看一下 角2加上角C是等于90度 那角1加角C也是90度 既然角1加角C90度 那剩下的角BFC 它也应该是90度 是90度 那么就是BF和AC全直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不用H 直接用边角边 来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得到对应角相当 然后一加90度 就证明它是垂直的 好 下面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 把这个证明过程 把它完成 证明 首先要证明三角形全等 因为AD垂直于BC 所以我们要用这两个角 都是直角 所以角BD和角ADC 都是90度 好 下面我们要告诉的是 这个三角形和这个三角形 所以在三角形BD和角ADC中 有这样一些条件 三角形BD和角ADC 等于9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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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 下面 下面来准备 下面来准备一下 下面来准备一下 DB和DA相当 角BD等于角ADC D等于DC 用的是边角边 所以三角形 所以三角形BD 所以三角形BD 全等于三角形ADC 用的是边角边 也就是SAS 好 我们刚才说 证明了这两个三角形全等之后 我们要得到的是 角1和角2 这一组对应角相当 然后再利用 角2加上角C等于90度 从而去证明 角1加角C等于90度 从角1加角C等于90度 证明出角BFC 它是180度 减去角1加角C 也就是90度 这个角是直角 即 那就是BF垂直于AC 这就是这个题目 它完整的证明过程 那么在这个题目当中 没有用到HN 因为它本身就具备了边角边 这一个条件 来证明它是全等的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例二 如图AB和A相当 BC和ED相当 并且角B和角1相当 还有AF垂直于CD 要我们证明 要我们证明 CF等于DF 证明CF等于DF 通过前面我们分析 要证明两条线段相当 需要证明它们所在的三加型全等 那图片可以看一下 CF和DF在这个图片当中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三加型 那我们在这里要构造出 以CF和DF为边的三加型 现在看一下这两个条件 AB和AE相当 角B和角1相当 BC和ED相当 很显然可以证明出全等 而这个三加型 我们还没有构造出来 以AB为边 以BC为边 以角B为内角 以AE为边 ED为边 角1为内角 这个三加型很显然 只需要把AC连接起来 AD连接 这两个三加型 用边角边去证明它 可以得到这两个三加型全等 那么全等之后 对于下面这两个直角C来说 那么斜边镜应该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应该 首先把AD和AC连接起来 好 我们再接着看 利用边角边来证明这两个三加型全等之后 会得到AC和AD是一组对应别 那么它们是相等的 再看一下 我要证明的这两条边相等 而这两条边它们所在的刚好是两个直角三加型 其中一个直角三加型是直角三加型 AECF 直角三加型 ADF 现在这两个直角三加型已经要斜边相等 还有直角边公共 那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直角三加型 斜边相等 直角边公共 那么这两个三加型全等 全等三加型的对应边相等 因此 CF就和DF相等 好 下面我们根据刚才这个分析的过程 把这个证明过程完成 证明 首先是直接证明这两个三加型全等 那只需要连接ACAD 然后直接在这两个三加型当中 所以在三加型ABC和三加型AED中 条件已经具备了 AB等于AE 用的是边角边 所以第二步应该是角B等于角E 第三步是BC等于ED 所以三加型ABC全等于三加型AED 用的是SAS 注意 边角边 而且这是它的元素 这个是第二层的元素 用的是SAS 那么这两个三加型全等 我们要得到的是 AC等于AD 这个结论 好 再来看 我要证明这两个直角三角型 那就直接告诉 因为AF垂直于CD 下面 所以在这个直角三角型 ACF和直角三角型 ADF中 我们看一下 因为AF和CD垂直 那么这两个三加型都是直角三加型 这个地方刚才已经写了 必须先介绍 再拿两个直角三加型中 不仅是三加型 要写出是直角三加型 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AC和AD相当 斜边相当 第二个条件 AF公公 既然公公 那也是相当 我们就写公公 斜边AC和AD相当 直角边AF公公 所以直角三加型 ACF 全等于直角三加型 ADF 要注意 直角三加型 全等 我们用的是两个条件 那这边写的理由应该是 HL 用的是斜边 直角边 这两个三加型 既然全等 对应边 CF 等于 DF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那么这个题目 做辅助性 是非常自然的 因为有边相当 有角相当 有边相当 以这些边和这些角 所在的三加型 和这些边和这些角 它所在三加型 只需要一连接 就行了 而连接之后 实际上是构造出来了 这两个直角三加型的斜边 斜边相当的 直角边相当 很自然的 就是用这个HL 但是这个地方 AF公公 你可以写AF等于AF 因为它是公公别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公公 A点和A点对应 F点和F点对应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全等 CF等于DF 那么同学们 可以把左边和右边 这两种全等的格式 进行比较一下 如果它不是直角三加型 我们一定要列出三组对应条件 如果它是直角三加型 有的时候可以只用两组对应条件 在用两组对应条件的时候 我们必须写出 在直角三加型和直角三加型什么当中 如果这个地方是三组对应条件 我们也可以不写直角三加型 把它当作这个一般的三加型 来整就行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例子 如图 AB垂直于BC DC垂直于BC 一点在BC上 并且已经知道 A1和AD相等 要我们证明 C等于CD 要证明这两条边相等 还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你要证明这两条边相等 那你需要证明这两条边 所在的三角形全等 而这两条边 刚好是在同一个三角形当中 那我们先找一下其他的条件 在这个图形当中 A1和AD相等 它告诉这两条边相等 有什么目的呢 以及AB和BC相等 这两条边相等又有什么目的 还有这个AB和CD 刀和BC是垂直的 那么有垂直 又可以得到一些什么结论 那么很显然 在这个图形当中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指甲三角形 ABE当中 脚壁是指甲 其中它的斜边和AD是相等的 它的直角边和BC是相等的 那么由它的斜边和AD相等 它的直角边和BC相等 那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我能不能把BC和AD也把它转化到同一个三角形当中去呢 如果把BC和AD把它转化到同一个三角形当中去 而AB和AE是在直角三角形当中 要把BC和AD转化到同一个三角形当中去 那么这个三角形也必须是直角三角形 那也就是我们要构造一个以AD为斜边的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那只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把这个CD将它延长 然后过AD做这条边上的杆 那同学们可以看得到 我过AD做CD的延长线上的杆 我们可以证明出这一段和BC相等 而这边刚好就构造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并且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的斜边AD和AE相等 它的直角边和BC相等和AB相等 那么这个直角三角形 它就和下面左边这个直角三角形全等 全等 那么这一段就和B相等 然后紧接着再去证明这两段 这两段相等 那你要证明这两段相等 刚好 说AB和BC相等 那BC又等这一段 你要证明这两段相等 我们只需要证明这两段相等 而这两个三角形一段全等 这两段就应该是相等 所以这个题目 它的辅助线 应该是过A点做CD延长线上的杆 证明 我们过A做AF垂直CD将其延长线 于点F 注意它的说法 过A点做AF垂直于CD 加CD的延长线于点F 我们再来看一下 AB和BC垂直于FCE和DC垂直 因为AB垂直于BC FC垂直于BC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B和FC都和BC垂直于 那现在BC又和AF都和CD垂直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证明出一些线段相等 那么AF和BC相等 而题目当中又说BC和AB相等 那这个AB又和CF相等 这四条线都相等 它和CF垂直 它也和CF垂直 那么这两条线就相等 BC又等于AB 而AB又和FC都和BC垂直 那AB又等于CF 所以这四条线段是相等的 那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 BC现在和AF相等 那大家一看 A等于AD AB等于AF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全等 全等对应别B1和DF相等 BC又和FC相等 那刀减去B和DF都到的 这两端就是相等的 所以写到这个地方下面 我们就来证明直角三角形全等 所以在直角三角形 A B1和直角三角形 A FD中 已经有条件了 斜边A等于AD 所以直角三角形 A B1全等于直角三角形 A FD用的就是H 直角三角形A B1和直角三角形 A FD用的是 H 好 全等呢 所以对应别相等 那对应别人就是B1和DF 同学们看 刚才我们已经证明了 B1C和FC相等 所以B1C减去B1和FC减去FD 应该是相等 这一段减它和这一段减它 因为这两段相等 而这两段也相等 B1C减去B1就是EC FC减去FD就是DC 那也就是我们要证明的 C1和CD相等 把它转化为题目 我们要证明的这个几个 即C等于CD 那么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这两个条件 A1和A1告诉我们 它有什么目的 以及A1和B1C相等 告诉我们又有什么目的 因为A1是这个直角三的斜别 那么你要证明全等 那A1B必须是另外一个直角三的斜别 A1B是这个直角三的直角别 那B1C必须和另外一个直角三的直角别相等 否则这个地方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找一个直角三架 和这个直角三架形全等 刚好在这个地方做了垂线段之后 把B1C等于AB 转化成了AB等于AF 那够在一个和这个三架形全等的直角三 斜别相等直角别相等 后面的问题就一次就解决了 好同学们我们接着来看例子 如图在三架形ABC中 AB等于AC 并且AD是BC边上的杠 要我们证明BD等于CD 证明BD等于CD 以及角BAD和角CAD相等 看一下 AB和AC相等 AD是BC边上的杠 那既然AD是BC边上的杠 那就说明这两个三架形都是直角三架形 好我们来看 在这两个直角三架形里面 斜边AB和AC相等 直角边AD是滚弓的 那么这两个三架形就全等 一旦全等 那对应边相等 对应角相等 所以这个题目是非常直接的 证明 因为AD垂直于BC 所以这两个三架形都是直角三架形 所以在直角三架形ABD和直角三架形ACD中 垂直这两个就是直角三架形 有两个条件 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题目已经具备了 A B等于AC 第二个条件 AD公共 所以直角三架形 ABD和直角三架形 ACD全等 全等用的是H 既然这两个直角三架形全等 对应边 BD等于CD 对应角 加BAD 等于加CAD 那么一次全等可以把这两个结论 同时把它证明出来 同学们 这几个我们讲的是直角三架形全等的判定 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说了 上几个我们讲的是一般三架形全等的判定 有三边对应相的 以及两边及夹角对应相的 还有两角及夹边对应相的 和两角其中和其中一条 一个角的对应 分别对应相的 那么真的两个三架形 它是全等的 我们分别用SSS SAS 以及ASA 还有AS 来表示这四种判定方法 这四种判定方法 使用于所有的这个三架形全等的判定 那么这几个我们新讲的一种就是H H 它只使用于直角三架形 因为直角三架形是特殊的三架形 所以这个方法 它只使用于特殊的这个三架形 就是直角三架形 但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四种判定方法 它使用于所有的这个三架形的判定 所以大家在碰到直角三架形的时候 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H来证明 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利益 它本身就具备了条件边角边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H 在这里面需要再次强调的就是 如果你用的是H 来证明两个直角三架形全等 那一定要写出是在哪两个直角三架形当中 并且我们写的这个条件最好是按照 写边直角边来写 最后要写的这个式子仍然是哪两个直角三架形 它的全等的对应情况要写清楚 以及给出来的 也就是要用的是哪一个定理 是HA要告诉别人 用的就是HA 那如果我们要证明两个直角三架形全等 但是我们用的不是HA 当我们用的不是HA的时候 这个直角三架形 前面的这个符号就不需要了 就写在三架形ABC和在三架形APBPCP中 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如果用的是HA 你必须要告诉直角三架形 如果用的不是HA 我们就按照一般的三架形 也就是非特殊的三架形 它的这个判定方法的格式来写就行了 好同学们 那么这句话我们要讲的内容就到此为止了 下句话我们再见